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有个小朋友跟我说他刚刚学习了天平 他知道天平是一个等壁杠杆 但是他突发奇想 如果在测量的时候 这个物体不是放在托盘的正中央 此时天平就不是等壁杠杆了 那测量结果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换句话说 我们使用托盘天平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把物体和砝码放在托盘的正中央呢 我还特意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设备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实验装置 这个实验装置就是模拟了天平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那么我现在有两个这个牛奶 这个牛奶我把它放在大约等壁的位置上 基本上天平就是可以平衡的 对吧 好 如果我们往外拖一些 只要它的利弊还是相等的 那么它依然是可以平衡的 对吧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假如我右边的这一盒牛奶不变 左边的这个牛奶把它放在托盘上 这样利弊就会大一些 大家想一想天平还会不会平衡 我们松手来看一看 大家看天平还是平衡的 对吧 如果我们把左边的这个再往外挪 挪到这我再松手 天平还会不会平衡呢 你看 还是平衡的 有人说它不等高 那咱让它等高 一个靠近 一个远一点 再松手看 你看还是平衡的 有人说是不是卡住了 它真没卡住 你看我一松手它立刻就掉下来 对吧 它没有卡住 但是它确实是可以保证平衡 虽然利弊不相等 就好像说你如果在中间这个横梁上放 它要求利弊相等才行 如果你放在托盘上远近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看 没什么关系 谁远谁近 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是不是 你看 基本上都是可以平衡的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其实和天平类似 也就是说我们初步得出的结论 就是物体和砝码放在天平的什么位置 其实关系不大 但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认为天平就长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杆 中间立了一个柱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是可以转动的 对吧 然后我就把这物体放到左右两侧 左边放一个物体 这个重量M1G 距离叫X1 然后右边也放了个物体 M2G 然后利弊是X2 如果你要想平衡的话 根据利弊相等 那M1GX1应该等于M2GX2 在这种情况下 天平就应该是平衡的 对吧 如果你想让它质量相等的平衡 那就是等B杠杆 X1如果等于X2的话 X1等于X2时就一定会有M1等于M2 所以利用等B的这个天平就可以测量质量 但实际上天平并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天平长什么样子的呢 它是跟我刚才画的这个装置差不多的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回字形的杠杆 它上下各有一个横梁 中间再有一个支柱 在支柱底下还有一个比较重的物体 比较重的物体 然后在左右两个横梁上它还有一个连接 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日子形的形状 而且这六个节点都是可以转动的 就这六个节点它都是可以转动的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东方虽然连到一块了 但是你可以这样转 对吧 可以这样转 脚链相连的那种情况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两个托盘 这个托盘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还是左边 其实没有关系 我这个装置是连接到左右两个立柱上 而且这个点它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的意思就是说 中间的这个部位它是不能转的 就是我这两个 我这两个装置我就这么死死的扣在一块 你要转就一起转 对吧 你角度是不能变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定次的 好 现在我在左侧我放了一个物体 左侧我放了一个物体 重量是M1g 然后我就问你说 请问这个M1g对整个这个装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很多人可能会讲 立弊就是从中间这个轴线到左边 这M1g这么长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先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物体和这个托盘这个装置 物体和托盘这个装置 这是一个托盘 然后左边放了一个物体 对吧 这个物体受到一个力 就是重力M1g 因为它受到重力的作用 那么整个系统要往下掉 它为什么没有往下掉 因为受到一个向上的力 这个向上力谁给的 力柱给的 对吧 所以力柱给了这个托盘一个向上的F1 这F1就是M1g 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力它真的能够平衡吗 不能 因为这两个力等大反向 但是不攻陷 不攻陷的两个力会造成一个转动的这样的趋势 叫做力O矩 对吧 叫做力O矩 那么你如果没有其他力的话 它就会转 它为什么没有转呢 咱们仔细思考 比如说我拿着一个这个牛奶 我这个手这么掐着它 按说这个牛奶应该掉一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重力是作用在这儿的 我的手作用在这条线上 它为什么不掉一去呢 因为我的手除了给它一个向上的力以外 我上下两根手指其实还给了这个牛奶侧向的力 上面的这个手指其实我是往外抠的 底下这个手指我是往里送的 就这么掐住它 所以它才能不掉下去 同样道理 这个杆它是有厚度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地方会受到横梁 会受到竖梁一个向右的力 叫做F2 底下会受到向左的F2 就是这两个力它会使得这个横梁这么横着 再往顺时针的方向转 你又往逆时针的方向转 你又往顺时针的方向转 这两个力有矩一平衡它就静止了 对吧 就保持静止了 如果要是你问我怎么算的话呢 具体来讲计算就是两个力等大反向 并且它们之间有个距离 这个距离比如说叫做叫做X1吧 那这样的话力有矩就叫M1G乘以X1 这个就是重力使得这个系统 逆时针旋转的力有 那么反过来说我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的力就是F2 再乘以两个F2之间距离 其实就是板子的厚度Δh 所以可见F2其实比M1G要大很多 不管怎么说 反正这个横梁这个托盘 它既能在力的方向保持平衡 另外在转动的情况下它也能保持平衡 但是这个力是谁给的 F2是谁给的 是竖着这个梁给的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竖着梁画出来 竖着的这个梁它给了一个托盘 而向右和向左的F2 所以它反作用力就是向左和向右的F2 那么这两个力又会怎么样呢 又会使得竖着这个梁逆时针旋转 但竖着的梁它为什么没转呢 因为竖着的梁两边还有什么 还有横点 所以这个横梁又给了这个竖梁一个作用力F3 是吧 F3 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竖梁它既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力矩 又有一个顺时针行政的力矩 此次它就平衡了 是不是 你还可以在这个方程来 叫F2乘以Δh等于F3乘以L 知道L是哪一对吗 L应该就是两个F3之间的距离 对吧 这个数量它受到这两个F3的作用力是谁给的 是这个两根横梁给的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两根横梁 这两根横梁 这两根横梁它给了这个数两作用力向左的F3 所以它反过来受到一个向左的F3 对吧 底下这根受到一个向右的F3 好 我们看这两个力按说应该是使得这个系统转动的 对吧 但实际上这两个力是不会使系统转动的 为什么呢 咱们仔细看 这个F3它是过中间这个轴的 所以这个F3它是没有力弊的 它过中间这个转轴 它不会使上面这个杆发生转动 对不对 只要中间的这个轴再给横梁一个向右的F3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这个横梁就平衡了 而且它不转动 因为这个力都是贡献的 对吧 底下也是一样 底下这个横梁受到一个向右的F3 它为什么不动 因为这个横梁 中间这个数量给它杆一个向左的F3 这样一来 这两根横它也不动了 是不是 这两个横也不动 那有人说 哎呀 那你这两个横不动了 你这两个F3谁给的 中间这个轴给的 那好 咱们最后再把中间这个轴画出来 中间的这个轴它受到了两个力 不共线 保持不动 一个力是向左的F3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量给了横梁向右的F3 所以横梁给数量向左的F3 对吧 同样道理 这边有一个向右的F3 你这两个力难道不会使得中间这个轴发生转动吗 还真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托盘很重 就底下这个座很重 底下这个座很重 你这两个力是使这个系统这么转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座很重 所以我有一个重力叫大Mg 我只需要让我地面的支持力稍微往右挪那么一点点 在这 对不对 在这就行了 你这样一来 你就会发现 此时这个两个力构成的力偶 正好可以跟这个F3的力偶平衡掉 那我们说F3再乘以上下之间距离叫L 它应该等于Mg再乘以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这两个之间距离我们管它叫A吧 是吧 叫A 换句话说 咱们仔细琢琢琢 你这个物体放在托盘的不同位置 到底造成什么影响 你这个物体放在托盘的不同位置 就是这个距离X1不一样 你这个X1不一样 就是使这个托盘转动的这个力偶不一样 也就造成了F2不一样 F3不一样 造成了最后使得中间这个数量转动的力偶不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你不一样吧 我也只是造成我这个支持力 对吧 支持力的位置 那作用点稍微有点变化 使得这个A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重物轻一点 我这个支持力就更靠近中间 你这个重物重一点 我的支持力就更靠右 只要你这个重物不是非常重 不足以把我这东西弄倒的话 我总是可以平衡掉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放的位置就没有关系了 对吧 那你放的位置没有关系 你的重量到底有没有关系 重量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刚才还没有分析一个力 就是这个F1 这个F1是数量作用在托盘上的 对吧 它反过来也会把这个力反作用于数量上 换句话说转动被抵消了之后只剩下一个M1G 而这个M1G相当于作用在这根梁上 同样道理 你在右侧托盘上 你不管放在哪 你放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放一个重物M2G 它其实都相当于是作用在这个点 M2G 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你放在哪就没有关系了 对吧 你放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这个转动的情况已经被抵消掉了 就被这个中物抵消掉了 而它这个竖直方向的这个力 就相当于是作用在这个地方 因此放在托盘上的任何位置 它的这个力弊都相当于是相等的 托盘天平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它上面有一个横梁 它底下还有一个横梁 中间靠力柱连接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日子形的结构 所以你把这个物体放在托盘天平的不同位置 其实测量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问题我们在平时上课的时候 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地想过 是吧 你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 多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春雨水 春雨水 雪水 春雨水 晒雨水 月曼ge 春雨水 转iker 打 敢